今天我公公就要出发去北京打工了 其实我爸在这出演门最放心不下的 应该是我们家大宝 因为担心他呢哭着闹着不让我爸走 我们家二宝现在还小不太懂事啊 孩子在上一次来骂出演门的时候 大宝哭得私心念慰的 追着车子一直跑着跟后面哭 所以这次啊我爸出发去北京 昨天晚上我们都没敢跟大宝说 只是试担心的问了他一下 如果爷爷出去打工你会不会哭 大宝跟我们说今天爷爷走他肯定不会哭的 但是早上五点多的时候大宝就起来了 说要找爷爷 也不知道是不是爷孙心灵感应 把手上好了吗 手上好了走 走 爷爷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对爷爷去北京很快就回来 你再听话 我和爷爷会听奶奶和爸爸妈妈的画的 而且我说哥哥我和爷爷照顾好像有例子 好 赶紧长大了啊 赶紧长大了啊 爷爷不能不懂吗 爷爷出去挣钱给你买妖孔大雕吃 你不是妖孔大雕吗 爷爷很快就回来 我不要妖孔大雕吃 我跟爷爷在家 你自己还给奶奶和爸爸妈妈妈就行了 好吧爷爷出去很快就回来 爷爷我想你怎么办 你跟爷爷视频好吧 现在跟爷爷视频 可以 好的 大家听话 我把爷放下了 不让爷爷走是吧 嗯 除了以为二宝不懂事 现在二宝也懂事了 好 跟爷爷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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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有什么要跟阿爸发的 只是他一路飞飞 哈哈哈 总是想一锁去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 我们到了 现在坐BRT啊 要坐B16点十分发车 人还挺多的 车来了 你拿定签是吧 路上注意眼睛 拿我等我赢啊 转身 我打电话 走 我爸先从这边坐BRT 要接近两个小时啊 到我们这里的高铁站 再从高铁站坐高铁 接近三个小时呢 可以到北京 他把你走了 他妈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哭 你不是说你不哭的吗 你不是你在家听话的吗 我不哭 我不是怕我爷爷看到我 当心我 但是我现在的小伙子 我还要爷爷 爷很快就回来了呀 你都答应爷爷 在家会乖乖的呀 那你这样哭了 你怎么照顾小弟弟啊 你还是哥哥呢 对 你都是大宝贝了是不是 我真的好想爷爷 等一下爷都 我们给爷视频好不好 他视频只能是一条 我睡去睡一条我手机没电了 我不想爷爷了 爷是出去挣钱去了 到时候给你买完去呀 我一会在那不是也可以 给爷爷花吗 你不能不懂吗 刚才大宝问了我很多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 因为他现在还太小了 即使跟他说的再多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爷爷非要去北京打工呢 结果等他长大了 他才会慢慢的理解了和习惯 突然有很强的无力感 感觉自己特别的渺小 一点都不够强大 给自己定个小目标 让自己强大起来 至少呢 让父母和孩子 可以留在自己身边 好了 不说那么多了 出蛋被水果去了 走 孩子已经摆好了 看一看 还是琳琅满目的 什么都有 又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预祝我们今天水果大麦 本集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见 咱俩 100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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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